我说这哥们非不走行长路 这不快要中秋节了吗 大家都想着吃叶饼 可我这个哥们非要自己做 更出我预料的是 连模具他都要亲自动手 亲自雕刻 看不出来他还真有两把刷子 从来没做过木工雕刻的 他竟然把模子做好了 开始我以为他会放弃 单独做这个模子 就用了五六天时间 没想到他信心满满 开始磨面粉了 在他模面粉之中 我们现想的很快 是不是就有月饼吃了 在这食物丰富的年代 月饼确实没有以前受欢迎了 记得小时候中秋节 能吃到月饼是多么开心的事 包好面之后就准备月饼里面的蟹了 现在是蛋黄还有这个豆沙 一般都是蛋黄和豆沙 还有的一种就是冬瓜 你们比较喜欢豆沙还是蛋黄 小时候吃月饼 你要是能吃到里面有蛋黄 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材料都准备好了 开始上磨剂 试试他的效果 第一次做出来有点不逊 那个蟹太大 磨剂太小了 里面的色都养出来了 磨剂多么辛苦都做出来了 还差这一步 重新开始 再压一次 看看他的效果怎么样 来了 来了 准备开磨了 开磨 哎呀 怎么有一个站在那一边呢 哎呀烂掉了 这个月饼 丑是丑了点 不影响啊 毕竟都是第一次做嘛 看这次挺成功的 第一次做能做成这样已经完胜了大部分的人了 说点蛋黄方便上色 这样子烤出来就金黄色了 刚没夸他两下就翻车了 叶饼没烤成失败了 给万柴了 万柴吃的饱饱的 从早忙到晚就成功做了这几个月饼啊 金黄金黄的 我试试了一下 很有月饼的味道啊 甜甜的 视频的后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